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電影或電視劇集 例如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元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 大家好 昨天行政會通過了有關於599J 香港的法例 可以按疫情的發展 罕獻強制某類人士接受檢測 例如在疫情爆發的處所、居住或者工作 特定職業的人 接近完成14日檢疫的抵抗人士等等 政府可以按需要隨時作出相關公告 註冊醫生也可以按臨床判斷 懷疑確診者發出消滅指示 要求前往衛生署或者合資格 私人化驗所接受測試 遺者 是會被罰款二千 或者是發出這個強制檢測令 若再為強制檢測令 則屬犯罪 最高可以判四級罰款 二萬五千元和監禁六個月 這個行會通過了599J 改了裡面的一些要接受強制檢測的人 類別就已經可以了 政府官員就說 有一些確診了的人 其實他有病症 他檢測完醫生 醫生就叫他去驗 他又不找醫生 以前還到處去到處吃飯 行餐 行街 看電影 於是最後確診了 現在要做這個追蹤 確確實實這種做法是極度不負責任的 醫生叫例 喂 判斷你可能有些問題 這樣 那就不要為疾忌醫 你不要只是想 那些人很奇怪 如果我驗到有 那怎麼辦 有就去醫 很簡單 我全家人都會有 會受到影響 如果有 你又不去醫 也不隔離 這樣不單是全家人受到影響 隔離鄰舍 你的同事朋友和你接觸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你自己不做的話 就會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沒有功德的行為 但是不是要去到罰款坐牢呢 現在醫生都說究竟 我需要什麼 如果我判斷錯了 那怎麼辦呢 現在呢 雖然這個法例行會通過了 一般來說 就在立法會 都會 會接受質詢 為什麼會這樣 有什麼細節的事情 但現在立法會大家都知道 這個非建制派 就有兩丁人剩下 一個叫陳佩賢 一個叫鄭松泰 其他全部都是建制派的人 那究竟 在這樣的 立法會的環境下 政治的環境下 這個 強制檢測 我覺得 真是知事體大 大佬 罰款坐牢 是可以 去到 25,000元監禁六個月 再犯的時候 這個刑罰 如果沒有任何 政府官員解釋清楚的話 你說解都沒有用 現在立法會沒有用 不需要解釋 除非你覺得什麼都沒有用 只有特朗普才能夠救香港 你說的立法會都是廢 的話 你覺得什麼都不需要 但是 我經常說有一個機制在 有一個官員在面前問 反對派去問 非建制派民主派去問 和建制派去問 當然是一個天一個地的事 當然會親吻他 說起這件事 我都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很有趣 什麼有趣 有趣 有個說法 就是 現在DQ四個 本來打算這四個走 公民黨 和梁繼昌 勾結外國勢力 這四個走 他爺爺 北京 看白 這班法民 是沒有吉利的 好像現在 那些 我都不知道是民主派支持者 還是小粉紅 五號 八個字 戀斬權為貪圖富貴 這班其他在立法會那些 現在有些人是反對派 都在那裏 戀斬權為貪圖富貴 他認為 所有這些泛民的議員 那四個要走 其實那四個都是戀斬權為貪圖富貴 這十五個 都是 現在沒有DQ 你就坐下 繼續 賺十皮一個月 為什麼要走 誰知道 他們談了幾分鐘之後 就決定全部走 說了走 其實他爺爺 都是看白說 他爺爺 跟很多香港網友一樣 有一個懷疑的態度 笑他們 他爺爺都是這樣想的 怎麼會啊 十皮一個月 大哥 不單止 你加加賣賣 請成百人 比如民主黨 現在要遣散 有辦公室用 你看 邵家津被浸大 炒了 他的書 不能搬回家 就搬去辦公室 現在搬去辦公室 都不夠 一個多月又要搬回 不知去哪裏 書牆要再砌 多少福利 怎麼捨得走 誰知道 最後結果 說得出做得到 有辭職信 有些是12月1日 還有大概兩個星期 差不多 遣散等等的問題 要談 走 這種總辭的做法 其實是 帶出北京政府意料之外 帶出北京政府意料之外 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 對她來說 是有些 措手不及的 情況 諒你是不會走 現在你走 走之後的客觀效果是甚麼 現在你看得到 例如林鄭就說 覺得 很有效率 通過得 那些法案 想起都覺得興奮 你會思想一下這種說法 其實 不是很驚大路 是一種 死頂的一個回應 其實最好是甚麼 最好的狀態是甚麼 最好的狀態就是 北京都要找八大民主黨派 七大民主黨派 來做花瓶 為甚麼 因為她說 我不是一黨專政 我是 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 即是說 我在人大裏面 那班 他們可以 那班人大代表 有這個所謂民主黨派 在裏面 是可以所謂參政議政 我們提出來 要經過充分的討論 然後大家都 說服到了 然後才同意 我們不是一言堂的 他要做給別人看 即是連北京都要做給別人看 不停地說 我們不是一黨專政 我們是共產黨領導 不過是多黨合作制 大家都知道 這個說法是和事實不符 因為連民主黨派裏面 都有黨委 我說共產黨的黨委 其實民主黨委也是共產黨領導 這只是花瓶 即是他期望是甚麼 期望是甚麼 期望這班 沒有被DQ的立法會議員 是做花瓶黨的 在那裏 做花瓶黨不是說 事事要 即是 即是圍圍落落 全部都要贊成 你做花瓶黨 你反對就可以 但計完數之後 你反對 反對也沒有用 過不了 或者是否決不了 反過來 他動你的人 隨時夠三分二 就炒你這個 你會受到威脅 是不是 你這個花瓶黨 是完全沒有殺傷 他就期望 給外國看也好 給香港市民看也好 我們不是沒有反對聲音的 有的 誰知道 這班人 走了 就變了 沒有反對聲音 你說不是 鄭松泰那不是反對聲音 陳佩賢那不是 陳佩賢那不是 陳佩賢我不評論 他是不是 他可能就 醫療衛衛生的問題 會提一些意見 但我覺得都不是很 Vocal 那些人 不是很大聲說話 不是說很多話的人 鄭同泰是否反對聲音 我真的不敢評論 大家心中有數 你自己想 但是 張建宗 又在他的網誌 說 我們不是排除異己 泛民的辭職是屬於不致 不負責任 是 我就覺得是 留下的人 就是 有智慧 而且是值得肯定 走的就是不致 不負責任 如果從這個角度 就是這樣 他說 泛民總辭 張建宗的說法就是 他們走的原因就是 不擁護基本法 不效忠特區 並非全體非建制議員 都是這樣 他說不是排除異己 不是容不下不同的聲音 不是政治打壓 這些辭職的議員 放棄了立法會 監察政府的職能 和發聲的機會 是不自不負責任 有些人就說 一國兩制終結 一國兩制開始 那些歪理 顛倒黑白 企圖是超然若竭 這些人是不會得逞的 張建宗 這個能力 就是林鄭 張建宗是典型百分之百的容官 即是 摸她的事情 有時候會覺得 有些難受 有些難堪 現在的社會 他們 DQ四個總辭 還在討論 有些人 用這個態度 就是 世事都給我看透了 我站得高站得遠 你們早知道今天 你就何必當初呢 站在你那裏 你看看多噁心 多肉酸 我覺得到今天這個moment 就是講這些話 我就覺得 大家都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 因為 這些護法 已經講了 這兩天都講了 跟著這個基本法104條 宣誓 後中特區 和擁護基本法 其實是 不單是應用立法會議員 也不單是應用主要官員 不單是應用特首 不單是應用法官 公務員都會應用 你宣誓他要立法 這個立法 是沒有任何非建制反對的聲音 在立法會裡面 很快就會通過 所有公務員都會受惠 用我的說法就是 所有拿公帑的都會受惠 教師、醫生、護士 都會受惠 你不是公務員拿公帑的都會受惠 很快就到 接著說了 那些紅色護法 接著下一階段 找區議員開刀 現在 他當然是 支持你不順 這麼多 本土派的區議員 霸佔17個區議會 做這個做這個 找民政事務專員 秘書處 在這裏 都解決不了你們在這裏大放厥詞 是吧 說這些 可能會犯法的事情 他解決不了 最徹底的辦法 就是 用你一言一行來DQ 你 一樣是陷入處境裡面 你要想想 他DQ你一個 DQ你十個 其他人怎樣 又是這樣 他現在凌遲處死你 要逐隻牙剝你 你怎樣反應 一樣是和泛民現在 那個總辭 那個總辭 那時候還說 你總辭不要 做個民調先 他這樣爺餘別人 出自 說這些說話的人 很多都是本土派的人 他不知道 已經大難臨頭 覺得還可以坐在那裏 現在要想 那個對策 現在要想 怎樣應付這個 很快就來 我覺得 在這個 建制派當道的議會 這種情況 有些事情是會閃電的出現的 嘩 他對於這個區議員 第一 選輸了 他們 你霸佔了 第二 你說的東西 又說什麼藍絲與狗 不得入內 還不抓到你 還不抓到你 用任何方法可以DQ你 多好啊 你又拿政府錢 又拿政府的辦事處 又拿這麼多津貼 建制派的裝腳 因為選輸了什麼都沒有了 雖然有個黨在養著他 都很肉赤的 當然是政府戰好 說還不動你 當然動 現在還大途 你可以再選 因為現在來下一任 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 因為是2019年 可以再選 就選了 這個建制派進去 你說我跟他爭 對不起 你跟他不能爭 DQ了 你沒有資格參選 現在所有這些組織 他們一定會用這個方法 去做 去實行這個全面管治 已經來了 大家會怎麼想呢 不過有一件事 我覺得又挺有趣的 傳這些消息出來 我又會覺得 建制派其實 有些東西是水平問題 因為現在有這個媒體就說 就是 報導 這個建制派就說要求 這個 這個 建制派就是民主派 留下 做忠誠的反對派 這樣 唐英年就甚至就說 喂 你們寫封信 給這個外國元首 美國的特朗普之旅 就說 不再要求你去什麼制裁 用來洗底 洗底之後 那你就 改過自身 改過自身 就可以繼續去參選 不如你這樣做 這樣 你就進去做忠誠的反對派 當然理你也傻了 現在忠誠的反對派 在立法會有兩個 但是問題就是 這一班 在立法會的建制派 有些東西真的是爛泥 爛泥就是胡不得上壁 這個說法就是這樣的 建制派 就形容 說有些人開鄉班 慶祝他們走了 好像林鄭那樣興奮 過往陷入政治鬥爭 令法然被焦點搶走了 成為民主派攻擊對象 現在就好了 沒有他們的人 大解放 這些就是爛泥的建制派 這個說法 覺得沒有反對的聲音就很棒 沒有反對的聲音就是你們正正出陽相的機會 有些就說不是 這個呢 就比較 務實一點 比較明白 資定 他說很吃力 民主派國往是衝鋒隊 建制派發生 有時就扮演救火隊 出來指責他們兩句 現在建制派成為主角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變了焦點 我們看文件都要勤力一點 以前他真的連文件都不看 東南西伯都不知道 錯漏百出 有些就說 國往和民主派坐鶴漢界 有些政策 對有些意見也好 都不會怎麼反對 因為民主派自己反對 你附和他就糟糕 中聯辦看到就糟糕 現在 現在就會變回人 現在要變回忠誠的反對派 為了特顯立法會不是橡皮圖章 建制派就批評商經稿 剛剛上個禮拜 就說電話促銷 就規管電話促銷 保留兩個首長級職位的申請 最後因為這個建制派立法會批評 就把這個文件撤銷了 我認為 拿這些消息出來說的人 突顯了一件事 突顯了他們的水平是極低 過去又不讀書又不做事 只是坐在立法會那裡 喜歡睡覺就睡覺 喜歡缺勤就缺勤 出了去就出了去 搞成都流會 現在慘了 你沒有人點人數 也好 你猜 真的每次只有一兩個人在這裏好好看 全部都是你的事 沒有人來幫你補鑊 你說每一句說話 做每一件事 舉每一次手 按每一次贊成反對的按鈕 全部都是要你背負的 不單止通過的法例 通過的議案 通過的政策 合法性成疑 合法性成疑 然後後果 全部都是建制派要自己背負 一個焦點放在你身上 你根本就不夠跟良 層次很低 你怎樣能夠承受 現在特區政府好 你就說 在立法會那裡叫那些官員 這個石禮謙叫那些官員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以為我們 我們要小心點 不要耍我們 不要油花園 那些官員 你猜他是不是很聰明 戰戰兢兢去回應 這個立法會議員的提問 當然不會 從林鄭角度來看 他說效率高了很多 很興奮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說話是雪漏了罪 所有建制派的代謝在他的袋裡 在重大的問題上 你夠膽不同意 夠膽投反對票 那些細埋的 保留兩個官員當然可以 你夠膽投反對票 你敢問 你沒死過 有反對派在這裏 有非建制派 民主派在這裏 他們扮演到這個角色 你想做他的角色 在現在這個階段 建制派肯定會出陽相 某程度上是好事 等你所有的責任 錯也好 災難也好 全部理會 沒得說 沒得說 大家聲鼎鼎鼎 金星火眼看著他們 經歷到這裏 我們繼續支持我的 這個Channel 心直口快這個Channel 繼續去支持我的Patreon 還有繼續賣頭條本色這本書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正式宣布 10月1日開始 就推出我的年費計劃 和往常一樣 你知道給最低限度5元美金 一次過收一年錢 就可以享受我12個月的服務 包括可以看到聽到我的評論 雀仔相和在報紙發布的文章 這個年費計劃是有折扣的 大概就是九二折 就是說你給11個月的錢 就可以拿到12個月的服務 為了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年費計劃 我答應過送一些紀念品給你們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最近出的 買得不錯的一本書 定價是108元 無論你住在香港或者海外 我都會免費送給你們 當然是郵寄 在海外的朋友 郵費都幾厲害 大概70到80元用空郵的話 為了減輕我負擔 我就建議你們可以 略略每個月增加1元 可以令到我的支出沒那麼大 當然這個不是強制性的 你需要如常維持五元美金 我都可以繼續用空郵寄給你們 你知道通過這個電郵 將你的名字和地址給我 我就會根據這個名字和地址寄給你們 我送給大家這本書 當然是一本簽名本 有我的簽名在這裡 如果你問 可不可以寫你們的名字 當然可以 你希望的你要求的 我都會做得到 這個送書計劃就優惠期有限 是至到今年的年底 2020年的12月31號 可能有朋友會問 可不可以有月費九月年費 當然可以 就打開你的Patreon的網頁 然後在右上角 那個profile picture那位那裡 就打開這個整理你的會員的資料 就是manage membership那裡 就會一步一步告訴你 我會知道怎麼會有這個月費九月年費 我在這裡看一看大家 由於Patreon 就改變了他的收費模式 所以我建議你們 就可以在月初 就開始訂我這個計劃 舉個例 例如是月費的訂戶 你在1號訂了之後 他就會馬上收你錢 到下個月1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但如果你10號才開始訂 他在10號收第一次錢之後 到下個月1號就會收第二次錢 那你就會虧了10日 年費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1號訂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1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是10號訂 十號收到第一次錢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1號 就收第二次錢 其實是虧了10日給他的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踴躍一點 參加我這個年費計劃 可以有送書給你們 可以有折扣 可以繼續看我的評論 看我的照片和文章 多謝大家